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为您独家录制的武侠小说《龙蛇演绎》 作者梦入神机 播讲周弘扬 第四十三集 上一集我们讲到一科集团的三个太子党暗中调查了王超的身份 结果王超却被误认为是欧盟的禁敌 赵军现在觉得自己不是倒霉 而就在这时候王超已经住进了潮州市里的一个据点里 他是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被几个太子党猜测成了万恶的资本主义大联盟的间谍 不得不说在机缘巧合之下 一些烟雾断交织在一起居然让太子党阴差阳错的误会了他的身份 其实王超还真的就是一个清清白白根正苗红 祖族八代都是贫下中农的高中毕业生 不过太子党的调查 王超不是神仙 那当然猜不到 不然的话 他会更加迫切的想知道更多的东西 因为太子党们调查的是唐紫辰的信息 对于唐紫辰 王超心里有一种不可压抑的思念 比武的时间越来越近 王超索性抛弃了一切杂念 全身心的投入了拳术之中 他的虎形蛇形已经练到了生髓手出的地步 可以称得上大师了 而且两腰和肺外面的皮毛也逐渐变得敏感无比 要达到通透暗进的地步 为了在比武的时候 把暗进通透到腰和背 王超日夜苦练着 一间一百多平米的训练室中 四处吊着几个六百斤中了大沙袋 沙袋是厚厚的油帆布 就算是锋利的军刀 一下子也难以戳穿 大石头等人站在身旁 眼睛瞪得大大的都看着王超大圈 河 王超一脚跺出 五指关节弯曲成一半 呈胡爪的形状 身体攻起 猛的 超沙袋击具 立刻 深沉的唬吼声 在房间里震荡 大石头等人就感觉到身体凉嗖嗖的 就好像房间里面凭空刮起了一阵驯风 俗话说 云同龙 风同虎 老虎在山中一声大吼 声音震荡山谷 立刻引起狂风大作 兴气扑面 威势极大 王超现在在封闭的密室中 四面的墙壁和沙袋 就好像是树木和环绕的山峰 自然也有了七八分老虎在山中的气势 看到王超发尽这样有威势 一群兵都觉得匪夷所思 在十几秒内的时间 王超的身法铺鸡如电 出拳如惊雷落地 几个沙袋都中了王超的拳头 猛烈的鼓荡起老高 然后骤然间裂开 里面的沙子便爆了出来 此刻王超的拳头好像不是肉体 而是一把锋利的大虎在劈卡 以前王超按进只能发八下 现在居然能打了十二下 说明他的体力是长了 而且明镜的威力也加强了 速度敏捷都有提高 一瞬间劈开了十二个大沙袋 王超在沙子还没有落下之前 就退到门口 呼吸很重 但是身上的鸡皮疙瘩并没炸起 汗还没有流出来 居然还能控制皮毛 看来体力消耗的是刚刚好 好 一群士兵连忙叫好 心中暗道 这也太厉害了 他还是人吗 大石头则叮嘱说 明天就是五号了 就是你比武的日子 你要小心一点 我们不方便在那群牙内面出现 比武的日子终于到了 王超虽然没有能在比武之前 将按进真正通透到两腰和前胸后背 但是对自己现在的状态依旧很是满意 以前他用尽全身力气 打出明镜的力量是1100多斤 但是现在他以虎形劈拳凶猛一击 力量竟骤然突破至极限 达到1500多斤 而且持久耐力更强 尤其是用虎形扑击的时候 连续扑跃之下 竟然下下都可以蹦到五米多远 大石头 一米90多的个头 王超在他面前一跃 就可以用脚底板擦着他的头发烧跳过去 这样的弹跳力 已经是超越了普通人体的极限 民国孙路堂在他的著作《行义续真》里记载过 郭云深打虎形一跃 立刻腾出三丈以外 到了元宋时 一让就有三米 郭云深打虎形 一下蹦出九米开外 这已经等同于是人形老虎了 老虎在跳山剑的时候 一跃也就是十米左右 当然这里的老虎 那可不是指动物园里吃了就睡那种老虎 是真正的野生的老虎 王超虽然和前辈的功力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但也练得神行俱全 就算在一般的练家子眼里 这样的技艺也是神护其神 王超突然想到 普通人两步一米 三十六步就是十多米 唐紫辰的武功已经到了化尽巅峰 神之又神 十多米的距离一扑就到 难怪陈姐在国术实录中记载他自己 行止坐卧 机灵一动 可以随时扑杀人于三十六步之内 非洲草原上豹子追击灵粮的时候 最高速度也就是一秒三十多米 这得何等 这厉害啊 王超其实并不在乎自己的按进有没有练到腰兄辈的 因为和张震这种高手比武 就算是按进练到了腰部 王超也不敢让他用拳头打自己的腰来试试按进勃发的抗击大能力 张震是纵横拳均的前辈 身通搏击之法 动起手来可要小心翼翼 不能轻易的搏发按进 看来只能用明进身法对敌了 按进只能防御普通人的攻击 而练家子高手 全权那都有上千斤的力气 比普通人拿棍棒锤子得厉害太多了 就算是张震 王超也相信他也不敢撞过身来 用背部的按进来抵挡自己的拳头 看张震以前的视频 有用背部来应接别人拳头的 也就是欺负一下劲没有练透 本身又不懂按进的拳手 如果是和他斗的旗鼓相当的高手 用后背来应抗 那就是找死 人家一拳就会打断你的脊椎 脆弱部位 他就是脆弱部位 民国时期有些武术家表演 叫人拿木棍打自己的头 腰背 不但自己打不坏 而且还能把木棍阵裂 这都是按进的防御功夫 但他们和高手比武的时候 都是小心翼翼 只敢用手脚硬碰 不敢再用身体另外的部位来打 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碰到一群普通人围攻 那按进的抗击大能力就表现出来了 王超现在的手脚都十分坚硬 但是身体其他部位的按进没有练到 就算是个普通人 他也不敢让对方拿着木棒铁锤等坚硬物体使劲打自己的腰子 但是练成按进的就可以了 兴隆 你到了汕头外杀机场了 很好很好 把那一转到另外的账号上 换成支票 明天你就跟在我身边 看我和张伟怎么比武 一切准备妥当后 当天中午 赵兴隆便乘着飞机抵达到了汕头外杀机场 然后乘车赶到潮州 晚上的时候便和王超在一家酒店宾馆见了面 毕竟大石头他们是秘密行动 现在还没有暴露 隐藏在暗处 而王超现在身边还缺个帮手 作为天心公司保安部的经理 赵兴隆自然是这个打下手的最佳人选 和赵兴隆一起过来的 还有三个身穿黑西服 戴耳脉 神情严肃 眼神没有丝毫波动的保镖 这三个保镖 王超简直是熟的不能再熟了 正是张同那三个雇佣兵战士 除此之外 公司大经理间董事 S省师大杰出青年美女姚小雪 也过来了 看到王超赵兴隆是这样解释的 张总把他们调拨给了我 说是给你身边添点威势 免得没有人手可以用 至于姚总过来 那是因为我对财政账目不熟悉 免得到时候搞错了 姚小雪轻轻一笑 竟然有了几分上流社会的气质 最近几年 她也由一个毕业的大学生 转变成了成功的企业家 商场女强人 正如当官养官威一样 坐到这个位置久了 自然而然的就有了这个位置的气质 这次比武的事情也是公司的事情 这银行贷款虽然利息比较低 但到底不是一笔小数目 等你赢了之后 我马上给你转换银行 一切账目程序你们都不清楚 我自然亲自来办了 的确在财政战务计算方面 王超和赵兴隆都是属于白痴级别的人物 至于王超现在能不能赢 姚小雪也不知道 但是话总要减好的说 而且从他口中出来 显得是那么的确定 就好像事先已经知道了结果似的 王超对姚小雪现在的变化 十分满意 淡淡的道 嗯 历练的不错了 出来见见大场面 也是要有个人应付的 姚小雪听话也不回答 咔嚓一下 打开了放在桌面上的一个银白色的密码箱 里面装的是现金支票 正是王超从银行贷款来的一亿资金 看着这一打现金支票 王超感慨万千 三年前 就在三年前 他还是一个一文不明的高中生 武术小城之后 更是穷困流倒 甚至为了十万元现金 都起了歹毒的心思 但是现在面对着整整一亿 他心中反倒没什么感觉了 在这一亿现金支票面前 还不如当年十万块来的震撼 张同 并不知道王超已经入党 加入了组织 本身就有一帮猛兵可以调动 于是便派了自己得力的保镖过来 对于他的心意 王超倒是有几分感激 也不推辞 他自从出道以来 一直受到张同的照顾 却没有机会还那个人情 心里暗下个决定 以后一定要找机会 把这些人情都还了 道兴隆现在的话语 显得特别激动 哎 像当年 我们俩都在跆拳道馆比武的时候 你就赢了我一招 但是后来 你的拳数每天都一日千里 我是拍马也追不上啊 直到今天 你居然可以堂堂正正的跟广东三虎之一的权术大师张维比武 哎呀 这叫那个 哎呀 这个 赵兴隆现在心里是又兴奋又感慨 兴奋的是 他曾经在这打过两年黑拳 但都是一些二三流的场子里面混 整天耳朵里听到的消息就是这个高手如何如何厉害 哪个大师怎么怎么强悍 但是从来没有机会见到真人的那种大型的比武场面 想他以前那种层次的格斗 那叫地下拳坛 叫黑拳 而张维这种层次的格斗 那才叫正式的比武 黑拳 那是拉开架势 只要有观众 就可以厮杀 比武则不同啊 比黑拳那正规太多了 档次也高啊 事先得发行帖 定场地 然后请德高望重的全数名家来见证 都是打斗 档次相比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赵兴隆能有机会见识这样的场面 自然是十分兴奋 这次 王朝那是堂堂正正的进入了大酒店 也没有一丝野蛮身份 等到第二天一早 四五个彬彬有礼的男子 就到了酒店里面 递上了一份大烫金的景点 王朝一看 心中暗当 这赵军的耳目好灵痛啊 我们一不隐藏身份就瞒不过去 王朝 现在的打扮 在与广州的时候 是截然不同 广州那时候 打扮的是土农民 现在的打扮 那就是正宗的富豪家的大公子了 一身法国著名设计师设计的衣装鞋子 衬托出他均衡的身材 加上闪亮了双眼 倒是显得十分出色 王朝现在的公司 也是张同的大客户 搞一套衣装设计并不难 果然是人要衣装 佛要金装 王朝换了身衣服 立刻就转变气质 他本身气质就身穿平和 没有一点浮躁之气 再加上他身边的美女姚小雪 以及手提密码乡的赵兴荣 身后还跟着三个彪悍的保镖 这一切都可以让目光瑞丽的人 猜出个大概 那就是王朝 肯定是个大富大贵的豪门家庭 出类的公子 绝对不是爆发户 爆发户 哪有他这个气度和修养 这样的形象 引得酒店里面一些女服务员 以及来往的女性是频频侧目 几个送请柬的男子 非常客气的道 王总 我们赵总知道您住在这里 还请您一步过去一趟 酒店外面停了三辆豪华轿车 中间一辆是家常型的林肯 一前一后是护驾 王朝点点头也不说话 和赵兴龙摇小雪上了中间的车 另外三个保镖自动的一个坐到前面的车 两个坐在后面的车 显得十分训练有素 让这几个人都惊讶了一下 车子一直开出潮州 竟然是朝汕头开去 赵兴龙问 怎么回事 不是朝朝中吗 一个男子答 我们赵总啊 为了把场面弄得更高贵 请了陈氏集团的豪华邮轮过来 王总和张师傅的比武呢 订到了邮轮上 邮轮呢 由汕头港出发 绕过南澳岛 姚小雪听完皱起眉头 过南澳 再往前开 就接见台湾了 王超则扬起手 指住了姚小雪的说话 没事 客随主便 那三辆车一路通行无阻 很快便来到了汕头海边的汕头港口 等下了车 就见一群人站在海边 有十几艘快艇正等在那里 王超和姚小雪 赵兴龙等人又上了快艇 马达骤然发动 宛如离弦之箭 快艇冲破壁浪飙射出去 大约开了一个多小时 在无边无际的海上 蓝天白云 海风袭袭之中 果然出现了一艘豪华大型邮轮 曾经就有人这样问过 说如果你有几百个亿 你想享受什么样的生活呀 很多人答 那自然是买一艘邮轮 游轮上在停放个直升飞机 很明显新加坡陈氏集团就是这样 这艘邮轮不但大 而且豪华 最高层的甲板上 还停放着几架直升飞机 有一架正低空盘旋 看到这样的情形 王超心里也不由的不感叹 自己那个小公司相对于这个来说 哎 还真是不算什么 快艇接近了邮轮 上面的伸缩铝合金大梯子 平平稳稳的扑了下来 就连姚小雪这样的女孩子 抓着扶手后都十分稳当 登上了甲板 眼前豁然开朗 足足有几个篮球场那么大的甲板 撑起了很多休闲的太阳伞 伞下则坐着好些 看着身份不一般的人 还有就是站在甲板边缘 都是清一色的黑色西装的大汉 一动不动 还有一些身穿旗袍的漂亮小姐 正端着各色冰镇饮料和酒水 来回走动服务 甲板最终有一大块确实是空着的 用木材搭进了一个金石的擂台 擂台上面挂的大红丑子 炸成的红花 王超一上来 赵军一伙人就迎了上来 王总终于来了啊 赵军现在变得十分热情 王超淡淡的回应了一句 在两人握手之间 打量着周围的人 除了赵军以外 他还认识一个人 那就是陈氏集团的公主 陈斌 王超正要说话 旁边的姚小雪就问起来了 赵总 这里靠近台湾海峡 比武不方便吧 不不不 姚小姐 这次可是一场盛大的武术交流会 是由海峡两地自由搏击会通过认证的 正是促进海峡两地交流 你看那边 台湾武术宗师薛连信老先生 等几个前辈也过来做见证了 王超随止看去 果然看到那边坐着几个老者 还有另外几个方向坐着的中年人 青年 个个都是不动如山的镇定 显然是高手 最吸引他目光的 是和薛连信坐在一起的白衣年轻人 那正是东南亚第一高手 陈爱扬 就在这时 陈斌也看到王超 看了看王超身后的保镖 还有美女姚小雪 以及提着密码箱的赵兴隆 先是愣了一下 似乎不相信一个农民模样的人 突然会转变成这样 于是立刻走了过来 和王超打招呼握手的时候 突然压低声音狠狠的道 居然是你 你居然扮猪吃老虎 第四十三集 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